强弄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我是中新社中新网记者 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 是否邀请国务院总理出席记者会 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谢谢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要开幕了 李强总理将做政府工作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受国务院委托将向大会 书面提交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应该说社会的主要关切 在上述三个报告中都有具体的回应 统筹考虑以上安排 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 不举行总理记者会 如无特殊情况 本届全国人大后继联 已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谢谢 告诉你 从今往后得再也不要什么在乡了 咱要既做朝 也治国 直接整理军政上空下党 什么那些咱将从中作乱 怎么着 你觉得咱没这本事 皇上有这个本事 那是戳戳有余 3月4日 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大会发言人楼勤俭突然宣布 今年人大会结束后 那个我们熟悉的总理记者会不会再举办了 而且 听他这么一说 接下来几年 我们似乎也别抱什么希望了 总理记者会 其实就是总理在人大闭幕后跟中外记者们聊聊天的环节 这个传统自1991年开始 到了1993年就成了例行公事 尤其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12年 当时的温家宝总理 在他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 不仅耗时长达三小时 还首次公开讨论了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的事件 渐渐暗示了薄熙来的不妙前景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 不可能进行倒敌 已经取得的成果 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而在2013年和2020年 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也颇有看点 2013年的时候 他放出大消息 说中国的劳教制度改革方案 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 结果不出半年 那个臭名远扬的制度就被废了 到了2020年 李克强又爆料 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仅仅1000元人民币 这跟习近平宣布的脱贫收官之年 形成了鲜明对比 年收入的平均水平是3万元人民币 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 长江黄河不会到流 相较于李鹏 朱镕基 温家宝 李克强这几位前任 现任的李强似乎权力没那么大 自从上任后就被定位为习近平的忠实跟班 对此 李强似乎也认命了 总是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绝对忠诚 不会越界 甚至在他主持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就强调了国务院是政治机构的身份 当然了 会说好话 画大饼是政治家的必修课 李强在2023年的两会上的表现 也完全符合这个标准 无视现实中的各种问题 一味唱赞歌 看来 李强的处境确实有点尴尬 好像他并没有获得喜的百分百信任 从蔡奇实际地位 看似高于李强的情况来看 这种猜想似乎并不离谱 更何况 现在连个记者会的权力都被收回 这不禁让人感觉 李强在总理这个位置上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习想要确保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 不太愿意让李强太过出风头 另一方面 考虑到最近一年中中外多重困境和政绩不显的背景 中南海的高官们 可能也不太愿意在记者面前暴露弱点 根据一个已经消失在互联网深处的网易新闻专题文章 总理记者会的前生金事 记者会上外媒通常会占据不少提问机会 因为让外界了解中国的政策始终是这个活动的初衷之一 而历史上 不论是港澳台的记者还是国外的媒体 都有机会在这样的会议上提问 而他们关注的问题 往往是直指中国社会的敏感话题 该文回顾到 从1993年开始 两会闭幕后 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予以常态化制度化 与会的媒体从600家到800家不等 仅半数提问机会给外媒 在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推文下 网民们的留言充满了无奈和讽刺 他们说的话 可以看作是对当前形势的一种直接反应 从还有一些说话的空间到正式确定习潮定位 再到李强以后唯一的职责是背锅 甚至有人觉得两会也别开了 浪费钱 这些评论虽然带有讽刺 但也透露出人们对变化的无奈和对未来的担忧 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上 对这个话题的讨论被禁止 这种沉默的处理方式 反而加深了人们对政策和决策透明度的疑虑 联合早报的报道中提到 连一些高官和全国政协委员 对取消总理记者会的决定 都感到意外和困惑 认为应该向公众解释这一突然的改变 当改变成为常态 确实会引发更多的猜测和不确定性 从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到连续开启第三个任期 再到现在取消总理记者会 每一步变化都在重新塑造 人们对中国政治走向的认知 如联合早报所说 这些变化不仅引发外界的新猜测 也让原本应该聚焦的议题变得模糊 这种连续的政治动作 让观察家和普通民众 对未来的政治走势感到更加难以预测 也让人们对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产生了疑问 在这种不确定性中 人们对未来的担忧和疑虑也随之增加 如果今年的记者会照常举行 李强面临的问题肯定不会少 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到国际热点问题 每一个都像是一颗定时炸弹 难以应对 对于一个在外交和经济领域 都没有太多建树的人来说 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 如果回答不当 不仅可能引发网络的恶评和嘲笑 还可能对国际形象造成影响 给习带来额外的麻烦 因此 李强取消总理招待会的另外可能的原因 与李强的无能 与中南海高官不愿面对外媒的结问有关 而这样的选择说明 现在的中共底气实在是很不足 很没有自信 连外媒都不敢面对 还谈什么继续对外开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